環境部 今天正式公佈 拖費一般的費率是 十公斷三百塊 不過後來開始收費 規模差不多是有六十億 地方政府就發出說 要有這個一定的比例 分配給這個地方 不過環境部長前回應說 不希望這個拖費 是動作這個歷益上的這個分鐘 對處再起國民黨立委 也提出嚴重的抗議 我會激烈的希望說 大家能夠走到 對的道路上 不是說把探費 當成是一個利益上的分章 它的使用 沒有放在很恰當的 減碳用途上的話 這些產業說不定想說 那我就不要繳了 那我就乾脆離開 我們也不希望這種所謂 因為這樣子而造成 另外一種程度的探洩漏 環境部長相對 拿出好的檢查 才是領事的計位 一定優先的補助 但這種公法立委 好像是沒什麼想要賣 不管是在野 還是這張董立委都認為 也是要有一定比例分配 這個不叫利益分章 繳交多的縣市 排碳量高的縣市 或者是減碳量高的縣市 你應該給予他更多的比例分配 補助或者是獎助 部長說的 如果把貪費留在地方 是利益分章 我們提出嚴正的抗議 占對立委空旗會才出色 外黨的環境部長 PK明定清 是每天的提問 是不是為利益分章的脈絡 幾下作案的回答 因法五次他表達拍謝 有完中性 檢討需要中 不及地方的合作 但博士 無關是為人口所 白鳳梁 才是受災 聽到來分配 插句都太過大 希望也是有結尾 全盤來推動 一家的領主門朋友 這位丹尼彭 代表不得